哈嘍玩車的朋友 我們今天很難得喔 就因為Pojo的新車408 他們今天有個媒體預賞拍攝的活動 其實Pojo有這樣的預賞活動其實很久很久 因為大家知道Pojo是比較低調一點的 所以他們一些新車發表 基本上都不會有這樣的活動 就是須單純的做一個試車 他們也很少會有像今天我們 他有租南港的瓶蓋工廠 因為他裡面有放音樂有點大聲 所以我阿伯就在外面做一個側路的動作 那408的部分我們大概來講一下 因為他的造型基本上我們可以從這邊偷看一下 偷窺一下 又是公共互動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应该是属于像是CUB 就是Closeover的一个设定 你像它在后排卫琴岛的状态下有536公升 那琴岛之后有1611公升 那跟现在非常夯的Vogos Wagon Vogos Wagon的话卫琴岛是635 琴岛后是1653 基本上就是它的些许 然后再来就是看不到的地方它的车体 408的车体非常非常的强 它有承袭了法系车欧系车的一个水准 它的车体有79% 用了350兆帕的高钢材打造 我们最危险的A柱 B柱跟车门防撞梁 它是采用热压成型的钢材 然后它的强度的到达1600兆帕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一个设定 那再来就是它的内装 内装非常有趣 DT版本它的四色萤幕 是可以做2D跟3D的切换 那中间的9M 跟一般的Aero版本比较不一样 是它的下方是采用实体按键 然后GT的话还是采用 金的一个按键 它在最最下方才是会有实体的按钮 那引擎的本体部分 都是搭载1.2升的 Q-TEC的单缸Turbo引擎 最大马力是130匹 峰值是5500兆 那扭力是23.4公斤 1750转参升 那都是搭配的8速一个变速箱 那再来一个很特别 GT它的车色是采用我们所谓的 双色的一个设计 就是类似变色龙的设计 它在阳光下来看的话 它是有点绿色的的感觉 那在光源比较没那么充足的时候 它会呈现一个蓝色的设置 那其实阿伯对这个车非常有兴趣 希望到时候试驾的时候可以好好开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咯 下次再来有机会试驾它的话 那我们再来享受一下试驾的感受吧